來玩這款遊戲 放置RPG 自助騎士 進來了 又是一款放置RPG了 各位有沒有很開心呢 又是一開始朝著敵人猛揮猛砍猛打 究竟是否 這樣子的行徑就能拯救世界呢 雷神之鎚還是浩天鎚呢 連我也不知道 怎樣 砍夠了嗎 我接下來有沒有任務可以做 任務完成 鍛造三件裝備 可以讓自助騎士成功的裝備 原來是融合了開寶箱 原來放置RPG還是有做一些 潮流性的改變 他把開寶箱 開裝備的玩法 融入他們最愛的 放置RPG 放置養成裡面 原來是這個樣子 幸會幸會 果然你們一年出上千款的放置RPG 也是懂得經驗化的 哼 敲一下 通關 來我們打BOSS啦 點魔王 哇 我是石頭人 哇 我打不過勇者 鑽車 灘造五件裝備 1 2 3 好烂哦,为什么都断了好烂的装备哦 低阶哦,现在只要看到一个红一个绿的,我就立马就直接贩卖了 不如直接超超它升级好了,这样子掉落装备反正比较好 来啦,乘以10倍好不好 达到断造等级3才能晋级训练等级2 哎呀,你这种开宝箱的,其实已经有点作烂了 你这个时候才去搞农合,好像已经有点来不及了 好不好 哦,多敲了几下,所以这绿色品质的啊 那紫色的能不能把那个敲坏啊 能不能不要再让我看到开装备了 可以吗,把那个直接敲坏就好了啊 直接解放的 雷神之锤 哦,原来我们可以把萤幕变那么大 这样子我就可以进行使用我的雷神之锤了 我接下来要敲到第三集 这是韩国开发的吗,好像不是吧 这会不会是中国开发的啊 它就是个开宝箱游戏而已啊 上面在那边 自己在那边打怪啊 敲到栏桩了 冰更棒 好啦,真的啊 接下来 副本来了 走去打副本 进入秘营副本 可以让我玩雷神之腿了吗 一锤定江山 你看这个副本 你这样子看起来 有没有给你带来一些全新的感受 就是无聊 这副本要打好久哦 而且他有盗死时间耶 好啦,打过了 击败七只怪物 先不要理他的 我们去成长好不好 一二三 好啦,成长也就是三个啊 你要同时都满等了 他才会进入下一阶段 这一点倒是跟那个七级四有点像 放置七级四也是这样 啊,不是啊 那一款叫什么啊 七大罪哦 那个放置的七大罪也是这样的玩法 卖 出售一件装备 出售装备 获得五块铁定 不管人都卖的 我只要看到红色我就卖了 可以升级啦 哎,他升级还有方向的耶 啊,我们用攻击力好了 十分钟哦 我还可以升级耶 每一个都能点是不是 这一点倒是有点不太一样啊 哦,领先同业三十年 领先同业三十年啊 这段照五线 你想不想听我心里话 其实我玩到现在最好无聊 这个角色给我钱好了 然后 你要说可以帮我讲说这款游戏有多好玩吗 然后在顺便告诉大家怎么玩 然后那可以帮我 业配一下 来说一下游戏的优点 游戏的优点哦 容易上手 这游戏的优点就叫做容易上手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一年出几百款了 你还不上手 哈哈 当然容易上手啊 大家 大家都被抄来抄去啊 你不上手我还觉得奇怪 哈哈哈哈 还有什么优点 放肆眼干 对不对 这种类型就是做成放肆养肝 然后第一天都特别干了 然后第二天第三天以后啊 你就开始比较养肝的一些了 敲 我敲到现在好像要干嘛 没了 突破 训练等级3了哦 等级1这边也可以弹招一下 好 加速 直接用钻石 这样子我出现的时候 应该会比较好一点吧 打魔王了 打掉了 现在我算是全破了吧 我魔王已经全破了 耶 这游戏我毕业了 我可以不用玩了 太好了 去广告处2008 好贵啊 也还好啦 300以内都算还好 好吧 也不算便宜哦 这里还有强化礼包 各式各样礼包 骰子组合包 然后呢 基本款组合包 对啊 没有其他角色啊 什么什么其他角色啊 我到现在都没有玩到什么内容 就这样而已啊 信箱 哦 给个个时抽哦 对啊 还没开啊 新手任务87才有啦 我现在新手任务31而已耶 哇 87 真的假的 人类可以撑到那么长的时间吗 我甚至都不知道身为人类的我 能不能撑到任务87耶 我现在才任务31而已耶 攻击力训练 敲 敲 敲个旗舰囊长给我好吗 啊 金币副本来的啊 奇怪 他们广告看起来都很好玩啊 进来玩的时候都好无聊啊 完了完了完了 不要啊 雷神之锤来 好秀 好秀 好秀的雷神之锤啊 那本次影片就往到这里好了 大家歪 好秀 好秀 好秀